妻子的白月光把我推下悬崖致死 之后竟撒谎说我身为救援队员 却对他见死不救 而我的妻子柳如烟得知后恼羞成怒 在网上曝光我的罪行 网友却指出漏洞说我可能才是被害人 可他不信 反而觉得网友都是我买来的水军 接着就继续在网上疯狂辱骂我 直到他被通知去认领我的遗体 他终于慌了 被推落山崖后 伴随着剧烈的失重感 我狠狠撞在地上 浑身剧痛 最后印在脑海里的画面 是孙林刻薄的表情 宋之锋 别怪我 我只是太喜欢他了 没了你 我就可以和如烟在一起了 冰死感让我窒息 身体像散架了一样 我拼尽最后的力气 掩了点摔在身旁的手机屏幕 用颤抖的手按下了给柳如烟的通话 响了两声 被他挂掉 我喘了口气 接着又打了一次 可他还是没接 然而这时屏幕上却蹦出一条消息 宋之锋 你死在外面吧 永远别回家了 他的这句话 就像刀子一样搁在我的脸上 暴雨噼里啪啦打在我身上 夺走了我最后的体温 下一秒 我眼前陷入一片漆黑 所有感官消失 连身上的疼痛也消失殆尽 睁开眼 我又看到了站在悬崖边的孙林 他拍拍手上的泥土 捡起石头 一狠心往自己身上 划出几道浅浅的血盒 冒着暴雨往山下走去 这时我才发现 我的身体躺在悬崖下 可我的灵魂却跟在了孙林的身边 我死了 被孙林推下悬崖 而他的白月光孙林 刚刚亲手杀了我 我果真如他所言 死在外面了 他一定满意了吧 师父 去山水华院 孙林湿漉漉的坐进出租车 神色奄奄 山水华院 正是我和柳如烟 共同居住的家 他怎么会去那里 身为鬼魂的我心神一阵 被勾起回忆 刚才柳如烟 逼我出门的景象 又浮现在我眼前 他拽住我的一脚 宋之锋 今天你必须得给我去救孙林 他是你最好的兄弟 还是我的恩人 你又是救援队队员 怎么能见死不救 我开了口 嗓子却像嗅住一样 柳如烟 你讲点道理好不好 今天暴雨 山上根本上不去 孙林又怎么会突然去山上 况且 他如果能联系到你 完全可以自己报警求救 就在这时 突然一个耳光扇到了我脸上 发出清脆的响声 我懵了 你怎么能这样揣测他 他怎么会骗我们 柳如烟声音颤抖 这么大的雨天 如果他报警求救 一定会被质疑 占用公共资源 说不定会被发到网上 他红了眼 宋之锋 你去救救他好不好 这么大的雨 他真的会死 看着他泛红的眼眶 我的心却传来阵阵顿痛 我的妻子这样放低姿态求我 却是为了别人 这么大的雨 对孙林来说很危险 可是 对我就不危险吗 更何况当年 我为了救柳如烟受过伤 早就不能执行任务 只是一提起那场事故 他就会精神崩溃 我便闭口不谈 他却误认为 孙林才是他的救命恩人 从此为了他的事 对我处处要挟 我已经没办法再救人了 如果过去 我可能真的会死 但是 我还是张了口 见我不答应 他的表情忽然争鸣 狠狠的 宋之锋 我告诉你 他今天要是因为这个出事 那他就是你害死的 如果他死了 我也不活了 你作为救援队员 居然见死不救 我要把你发到网上 抱帮你 让大家好好看看 你是个什么英雄 孙林敲响我家门时 我漂浮在他身边胡思乱想 柳如烟看到他 会不会意识到我消失了 会不会来找我 而且我没回来 等着被救的孙林去回来 他一定会发现不对劲 我不由地兴奋起来 期待着柳如烟发现我的消失 可眼前的下一幕 却仿佛给我泼了盆冷水 柳如烟打开门 扑进了孙林怀里 阿林 幸好你平安回来了 我好担心你 孙林也会抱住他 委屈到 如烟 我差点以为再也见不到你 宋之锋他明明来了 却不救我 还故意用石头砸我 害我差点摔下悬崖 他给柳如烟展示着身上的伤痕 可怜巴巴的抽气起来 我求他救救我 他去骂我是小三 就该掉下去死了 我遍体发寒 孙林一直口口声声说 我和他是好兄弟 没想到他早就想勾搭柳如烟 当初柳如烟把他错认为恩人 他还特地跟我承默 我和他见面只是为了给他治病 你放心 兄弟期不可期 结果一切早就埋下了祸根 我甚至都不知道 他们之间的关系已经这样亲密 他以为柳如烟对他的在意 只是对恩人的关心 现在看来 他对他来说 何止是恩人 天杀的宋之风 他怎么不去死 亏他还是救援队员 居然做出这种事 他现在在哪 我要跟他离婚 柳如烟心疼至极地摸着孙林那几道将要愈合的伤 转头就开始怒骂我 我苦笑 我已经死了 他一定满意了吧 孙林抱着他 却在他看不到的地方勾起嘴角 当时他要杀我 我就装作昏死过去 他可能以为我死了 就离开了 或许他也觉得自己杀了人 不能再回来 所以躲起来了吧 柳如烟脾气饱 直接拍而起 他还真敢做这种杀人的事 我和你去报警 怎么样都得把他抓起来 孙林面色一遍 找了个理由 他也没真的杀死我 就算抓了他也没法怎么样 他反而会报复我的 柳如烟反倒开始心疼他的董事 就算这样 我也要他给你一个说法 不能就这么算了 他拿起手机打了我的电话 果然没打通 因为我的手机已经和我的尸体一起 永远躺在山下的一片泥泞之中 这让他更加坚信我潜逃了 挂掉未接通的电话 他的眼神阴暗的几乎能滴出水 我这辈子最后悔的 就是和你这个懦夫 小人结婚 话音刚落 仿佛忽然打开了他怒气的开关 他在网上发帖 倒光了我 某救援队员杀人未遂 光鲜亮丽的英雄背后竟是恶鬼 我的身份特殊 自带热度和流量 更何况 之前我因为救人偶然上了很多次新闻 甚至有点网红属性 网友都戏称 宋江是吉时雨 宋之风是吉时风 虽然没有指名到信 这个帖子还是很快就冲上了热门 我的天啊 还有这种事 看IP和描述 好像是之前网上停火的那个谁 上了好几次热搜吧 当时不是有好多人说他长得帅 成了他颜值粉吗 笑死 你们快出来看看 你们喜欢的哥哥就是这种货色 等一下 你这个帖子内容也太假了吧 为什么有人遇险不报警 反而要一个救援队员私下过去救援 这不符合规定啊 还是不要随便评论人家英雄吧 造谣蹭热度也要有个限度 举报了不屑 柳如烟气的牙痒痒 立刻回复道 谁造谣了 我保证我发出来的一切都是真的 但事情的发展很快就不受控制 他主页没删干净的照片被扒出来 有人惊讶到 他不是宋之锋的老婆吗 怎么发这种东西 谁知道他想干什么 宋之锋 哥 你管管你老婆吧 是盗号还是蹭热度啊 英雄的家人不会发这种东西的吧 结果 网友们怎么都喊不出我 甚至有我的朋友给柳如烟打来电话 嫂子 你们吵架了 阿峰不是这样的人 你是不是搞错了 还是说你被盗号了 就算帖子内容说的是真的 阿峰也不可能做出这种事 嫂子你还是小心点吧 估计那个人在骗你 说不定阿峰出事了才没回来 柳如烟争不过他们 气得双眼赤红 怒吼道 宋之锋那个贱人怎么可能出事 他就是装的 他一个救援队员 能出什么事 紧接着 柳如烟就接到了警方的电话 那边告诉他是网友报的警 目前他们也没能联系上宋之锋 还让他在网上警言慎行 不要发布谣言 不可能 不可能 联系不上他不才是铁证如山吗 当然是因为他真的犯了罪前逃了 你们怎么都不信我 柳女士 请冷静下来 柳如烟却冷静不了 他猛地挂了电话 冲进房间 拿起摆在床头的我们的婚纱罩 狠狠地砸了个粉碎 我失声道 不要 柳如烟却完全听不到我的话 抄起我们的结婚证 丝成碎片 雪花一样的碎纸从他指缝中落下 他仿佛还嫌不够 把家里挂着的我的奖状和景气都扯下来 又撕又杂 宋之锋 你算什么英雄 你给他们喂了什么迷魂药 怎么所有人都在帮你说话 这些都是我拼死救援换来的奖励 是无数被我救下的人 给我送来的嘉奖 这让我觉得 身上每一条伤痕都是值得的 因为我挽救了别人的生命 可是他们温暖的笑容 他们真诚的道歉 却在他的手中 尽数沦为了一堆废纸破 我扑上去抢 手指却穿过了他的身体 徒劳无功 奇怪 明明鬼魂已经不会落泪 为什么我却感觉 脸上有温热的泪水淌过 宋之锋 我真后悔当初选择了你 柳如烟的声音有些颤抖 他跪倒在地 喃喃自语 你说你会忠诚于我 可为什么 你还是丢下我走吗 柳如烟一直很缺安全感 他曾经遭遇过一场意外 父母为了保护他而双双逝世 小小的柳如烟 孤独地守着家里的遗产长大 不但亲戚们对他的家业虎视眈眈 身边的人都是为财而来 他被骗了太多次 已经不再信任真心 当初我和他在一起时 他时常狠作 无数次追问我 会不会背叛他 会不会跟别人走 但我知道 那时他在向我索取安全感 因为我见过他深夜 惊醒哭喊着爸爸妈妈 浑身发抖的样子 于是我无数次拥抱他 告诉他我不会走 我会永远陪伴着他 可这次没有了 柳如烟忽然歇斯底里的大哭 没有人会一直在我身边 没有人会坚定选择我 就连你也不会 你这个骗子 你不是说要当英雄 永远保护我吗 你去哪里了 宋之锋 你给我出来啊 你是真的想离婚了 是不是 他的哭喊声在家里回答 却没有人回应他 只能眼睁睁看着下一顺 孙林奔了进来 紧紧地抱住了他 便由他在自己的怀中放肆哭泣 如烟 我会爱你 宋之锋不爱你没关系 我会永远爱你 我不会离开你的 就算死也不会 他说的话 跟我当年在他耳边 一次次重复的话 多么相似 我恨不得告诉柳如烟 他说的一切都是假的 是他杀了我 我没有背叛你 可是我什么都做不到 我死了 我最亲的人 我弟妻子 对我毫不关心 反倒是那些素媚平生的人 对我的生死无比执着 怎能不让我觉得讽刺 柳如烟终于平静下来 抱着孙林抽烟道 阿玲 你真好 他都那样对你了 而我是他的妻子 你居然不计前嫌 他的话却被孙林打断 他擦去他的眼泪 认真道 不 他不配做你的丈夫 以后就换我来爱你吧 柳如烟痴痴望着他 终于嘀嘀 那一声 把脸埋进了孙林的胸膛 阿玲 你才是我的英雄 所有人都不信我 只有你在我身边 可在他看不到的地方 我看到孙林阴冷的笑容 他用气声说了句话 而我看见了他的口心 宋之锋 你做再多又有什么用 该是我的 终究会是我的 我的灵魂仿佛被困在了他们身边 只能眼睁睁看着孙林 住进了属于我和柳如烟的婚房 柳如烟的手机 依旧在被各方信息狂轰滥炸 在孙林的窜夺下 他把手机关了 拒接一切消息 早间新闻播出时 他们正在共进早餐 深至山景区发生事故 昨夜一名旅有失足从山崖坠落 已无生命体征 柳如烟猛地抬起头看向电视 手中的餐叉掉落在地 孙林脸色一白 我的心中忽然涌起一阵快意 他以为把我推下山谷就无人知晓吗 没想到吧 无论怎么撒谎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 柳如烟缓缓转头 以审视的目光看向孙林 孙林藏在桌底的手焦虑地 抠着衣角 而旁边的我激动起来 如烟 你看到了吧 我是被冤枉的 赶紧看清她的真面目 替我报仇 可我没想到的是 柳如烟忽然长出了一口气 阿灵 幸好你负大命大 不然今天电视上的可能就是你了 孙林紧绷的身体也瞬间放松下来 笑了笑 是啊 我一直想着要回来见如烟才坚持下来的 说起来 你才是我的福星 他插起盘子里的典型要喂给柳如烟 柳如烟却按下了她的手 阿灵 你右手受过伤 我自己来吧 孙林露出了感动的神情 如烟 话音刚落 她突然单膝跪地 掏出戒指 柳如烟惊呼起来 眼里泪花盈盈 如烟 我知道你一直想要一次正式的求婚 宋之风没能给你的 我都会给你 如烟 你愿意和我在一起吗 孙林笑着看向她 把戒指缓缓戴上她的无名纸 可那戒指 分明是我买的 之前柳如烟落入商业联姻的困境 情急之下 她拉着我领了证 可时间太紧 我们没办婚礼 只拍了一套婚纱照 我知道求婚对女人有多重要 一直在暗中准备求婚和盛大的婚礼 只等给她惊喜 怕她发现 这戒指一直放在孙林那里 她直接打了包票 放心吧 兄弟一定会替你保管好的 到时候有喜酒喝要请我当伴郎啊 没想到 她从那时就开始寄予柳如烟了 想来是因为柳如烟家里有钱 她想把她追到手 从此走上人生巅峰 可惜我死了 一切都成了她的囊中之物 无论是戒指 还是柳如烟 柳如烟看着手上漂亮的钻戒落泪 这次是感动的 阿玲 你真的知道我想要什么 她仿佛终于下定决心 坚定地望向她 我答应你 等送之风回来 我就和她离婚 再和你结婚 这时 叮咚 一声 门铃响起 您好 我们是圣源婚庆公司团队 上门来沟通婚礼事宜 请问有人在家吗 柳如烟更为惊喜 攥住了孙林的袖子 你居然还准备了这个 孙林却有些支支吾吾 也许是太激动了 她情不自禁地跳起来 亲了一下孙林的脸颊 还挺懂浪漫的 看着柳如烟奔奔向门口 孙林忽然脸色煞白 她下意识到 等等 如烟 不要 可是她已经打开了门 请问是柳如烟刘小姐吗 门外的人喊出了她的名字 对 是我 柳如烟甜蜜地笑了 那我们核对一下订单 订购婚礼业务的事 她打断了他们的话 孙林先生 对吗 不 婚礼团队负责人咒起了没 请容我再确认一遍 是门牌号307对吧 柳如烟愣了愣 没错 307就是我家 她好像也意识到了什么 静静听着负责人说出了下一句 可是 我们的订单上显示的婚礼业务订购人士 宋之风先生 仿佛是才意识到了我这个正牌丈夫的存在 柳如烟不管孙林的百般便吉 把她送出了家门 阿玲 我累了 过段时间我们再见吧 她关上门 坐在沙发上 半晌才缓缓道 宋之风 到底为什么 你又要在这时候 给我希望呢 你干脆一走两只 断得干净 我就当我这些年的真心为了躲 可你躲到哪里去了 到底为什么 你连出来见我都不愿意 她喃喃自语着 打开了手机 却看到铺天盖地的新闻 仅区遇难者一次昨夜 在网上被曝光的宋之风 宋之风死亡之谜 是谋杀还是意外 被掩盖的真相 妻子的谎言 她的丧钟 柳如烟本来已经态度软化 想要对我服软 重归于好 却又被这些新闻激起了愤怒 好你个宋之风 居然买假热搜 假新闻 这就是你对我的报复吗 她拿起手机 框框敲字 她根本就没死 她肯定躲在哪个角落里操碰一论 你们不要被她骗了 她就是个贱人 懦夫 配不上你们的信任和喜欢 没想到 她打了很多字 却都发不出去 她的账号因为造谣营销 被封禁了 我竟觉得有点搞笑 都这样了 她还是不愿意相信我吗 柳如烟喘着粗气 把手机狠狠砸在地上 宋之风 你最好真的死了 永远都别回来 就死在外面走了 过了一回 她又捡起手机 拨打我的电话 我不信 你快给我接电话 可无论再怎么打电话 都只能听到一道声音 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我看着她屏幕下方的两条聚接记录 轻轻叹了口气 我最后打给她的两个电话 她没有接 以后就再也接不到了 这时 门铃声再度传来 宋之风回来了 柳如烟一个机灵 她冲过去打开门 噼里啪啦就是一顿输出 还伸手做事要扇巴掌 宋之风你还知道回家 我要曝光你 我要和你离婚 你这几天都在哪鬼混 却对上了面前一群穿着制服的人 她愣住了 抬起的手也缓缓放下 海鲜终于意识到什么 她脸色一白 为首的警官微微点头质疑 神情肃目 柳女士 今天早上我们在深赤山景区山谷里 发现了您丈夫的遗体 请您过去认领一下 柳如烟被带去认领我的遗体时 恰好碰见孙玲戴着手铐 被一群人押送经过 见到柳如烟 她惊恶回头 却被身旁的人严厉警告 不要想着玩什么花招 柳如烟愣愣道 阿玲 你为什么在 她像是想到了什么 忽然浑身颤抖 不 不可能 她身旁的警官严肃道 女士 那是涉嫌杀害您丈夫的嫌疑人 我们在您丈夫的衣服上 提取了她的掌纹和指纹 而我竟有些大仇得报的快意 孙玲 想瞒天过海 你还早得很呢 只是包不住我 等她被带进内室 才终于看到了 躺在台上的我的遗体 我飘到她身边 看着那副被白布覆盖的躯体 终于有了几分 自己真正彻底死去的事的 脸色苍白 双眼紧闭 整个人惨得不像样 柳如烟不可置信的捂住嘴 眼泪却不受控制的泉涌而出 躺过手背 滴在地上 你醒醒啊 她疯狂地喊着我的名字 宋之锋 你怎么能就这样丢下我 我不信 你一定是装的 你是骗我的 对不对 可是台上躺着的 我再也不会给她任何回应了 冰冷而又沉默 永远不会再睁开眼睛 笑着看她 她又哭又笑 壮若癫狂 哈哈你都是骗我的 你还定了婚礼 都是骗我的 我就知道你不想要我了 你要抛弃我了 柳如烟雨无伦次 正要冲上去摇晃我的身体 却被身后的景观劝解 女士 节哀顺变 但是人死不能复生 仿佛终于被宣判一般 她脱力地坐倒在地上 把脸深深埋进双手 发出绝望的乌液 阿峰 我错了 那天我不该让你去救孙林的 提到孙林的名字 她忽然又精神了几分 她站起身来 眼里涌出怒火 握紧了拳头嘶哑道 都是她 都是她杀了你 我要她给你偿命 我要给你报仇 她正要冲出去找孙林 却被旁边的人拦住 是家属 我们这边整理出了死者的营 请接收一下 破盘上 是我的手机和一块碎域 对方补充道 这是从死者的上衣口袋里找到的 看到那块碎域 本来还叫喊着 要找孙林报仇的任务烟 终于承受不住 身体一软 重重地跪在了地上 四分五裂的染血碎域 上面写着 平安 是柳如烟第一次送给我的定情信誉 也在她逼我出门的那天夜 被她亲手摔碎了 那天夜里 她和我的争吵远不止那些 宋之锋 你不就是怕死吗 柳如烟咄咄逼人 别扯那么多借口 你一个救援队员 实则本来就该是救人 而且我还被她救过 我们应该还她的恩情 怎么能看着她去死 你到底有没有心 我忽然觉得很疲倦 又觉得她很陌生 你欠了她的恩情 那你去报 为什么要拉上我 何况 当年明明是我救的人 被困那天 不仅下着暴雨 头顶还不时有落实坠落 砸到我们的脸上 身上 柳如烟甚至被砸到了头 血流如柱 激进昏迷 孙林一点忙都帮不上 只能疯狂地叫喊 反倒把自己的体力耗光了 我是我们几个里面 唯一一个有救援知识的人 奈何独目拦止 我实在没有办法 只能打了几个绳结 紧紧绑住他们防止罚路 用左手紧紧抓住 湿滑的攀岩绳 承载了大部分的拉力 我一直维持着那个姿势 无论乱石杂路 还是雨水冲刷 直到左手被磨穿 伤处深可见过 我都没有放开手 也终于等来了我的队友 上担架的时候 我还紧紧拉着柳如烟 几乎无法分开 可她醒来的第一天 强烈要求要见的人 是孙林 为了不刺激到她 我们一直保守秘密 可她却变本加厉 认为我才是那个 没有担当的懦夫 孙林才是那个 有男子气概的英雄 我真的累了 就这样吧 如果你真要为了她和我离婚 我也没什么怨言 我苦笑 反正 如果她真的要和我离婚 那就证明她早就不爱了 我又能做什么去挽回呢 柳如烟一时气急 竟说不出话 她猛地伸手 扯下我一直戴在身上的那块平安服 玉石温润 还带着我的体温 意识到她想做什么事 我睁大了眼 不 玉碎声 想在我的耳畔 平安 二字 分崩离析 像我们这些年来的感情 我不可置信地对上了她愤怒的眼 听她一字一顿 敲在我的心头 宋之锋 我真后悔把这些年都浪费在你的身上 你就是个没用的懦夫 配不上他们称你一声英雄 我不知道她是什么时候变成这样的 曾经我们之间没有孙林的时候 是很幸福的 我还记得当年和她在一起后的第一个情人节 她带着我去月老庙求姻缘 柳如烟想买两个姻缘服 一人一个 带在我们身上 贪主一脸抱歉 挠头道 抱歉 今天销量太好了 只剩下平安服了 柳如烟捧起平安服 没事 这个也可以 她转过身 亲手给我戴上 笑得甜蜜 阿峰 你们职业的危险细数大 希望她能保护你平平安安 长命百岁 那你呢 我也开始套钱包 我也给你买一个 不用了 柳如烟握住我的手轻声道 身后是姻缘树上千万条红绸随风飘荡 她的发丝也在春风中扬起 她的眼睛 量若繁星 我相信有你在身边 你一定可以护我一生平安的 那天 我以为自己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 可终究一语成衬 我们从始至终 都未能求得姻缘 而她许诺的平安 在那个暴雨夜里 被她亲手打碎 临走一屋后 柳如烟一个人回了家 她用自己的指纹 解开了我手机的锁屏 点开通话记录 看到了当时我给她打出的未接来点 前两个她赌气没接 后面几个都因为信号太差 没能播出去 就这样 我们永远擦肩而过 她颤抖着手点开了短信 却发现我的最后一条信息 居然是发给孙林的 求你 不要告诉她 她会自责的 按时间推算 是我坠下山崖后冰死之时 意识不清给她发过去的 连我自己都不记得有发过这条消息 可她给我发来了什么 她给我发的是 宋之锋 你死在外面吧 永远别回家了 我曾无数次向她靠近 可她却一次一次地把我推开 她有很多次机会救我 也有很多次机会知道我的死讯 可她都拒绝了 她亲自做了压死我的最后一根稻草 甚至我死后 她还要在网上发布那样的言论 无我清白 宋之锋 对不起 柳如烟将我的手机贴到心口 气不成声 痛得呼吸都在颤抖 却忽然抬起手 狠狠地盯着无名纸上的那枚戒指 是孙林亲手给她戴上的戒指 她猛地摘下戒指 把她扔进了垃圾桶里 像在看着一个仇人 孙林 我恨你 就算你就过我 我也要你给阿峰血债血肠 但那也是我给她买的戒指 她却没机会知道了 柳如烟在原地站了一会儿 忽然仿佛想起了什么 站起身往上走的房间走去 我瞳孔一坐 那个房间里 是我当年追求她时 给她画下的肖像画 她受伤以后 看见这些就会想起不好的回忆 所以我把房间锁了起来 只见柳如烟打开了房门 静止走到了那幅最大的画跟前 仔细端向 看着看着 她忽然捂住了头 明显是创伤发作了 她却强忍着疼痛 上手摸索 不对 柳如烟的眼里逐渐清除眼泪 她忽然坐倒在地 抱头尖叫 怎么了 我的灵魂忍不住蹲在了她面前 看着她悲伤痛苦的脸 结婚后 她的创伤应激经常发作 每次都是我陪她度过的 她在我怀里会慢慢平静下来 但现在只剩她一个人了 柳如烟喘喘着气 强撑着身子站起 眼神逐渐笃定 不对 救我的人 伤的是左手 她想起来了 我疏然一惊 当年我 她和孙林三个人攀岩欲险 为了救他们 我的左手受了重伤 落下了后遗症 醒来后 柳如烟却误以为 孙林才是她的恩人 孙林的右手受了伤 柳如烟心疼不已 转头责怪我 你害得她再也没办法画画 你怎么赔 不 那些是我画的 孙林从来就不会画画 但我已经没办法证明了 每当我试图向柳如烟 说明真相 她都会创伤应激 尖叫发狂 后来我也渐渐放弃澄清 只要她还愿意在我身边 我可以忍 但是看到她主动走进真相 我那颗久未跳动的心 还是激动起来 柳如烟的声音 轻得像在女男 这张画 也是左撇子 她摸索着画面上的笔触 左中右轻 是明显的左撇子笔触 她忽然呜咽倒 可是 孙林她一直说自己伤的是右手 所以没法再给我画画 她猛地将画纸接下 看到了画背面的落款 宋之锋 柳如烟再也坚持不住 大哭起来 眼泪打湿了手中的画纸 一直都是你 宋之锋 救我的人是你 爱我的人也是你 为什么不告诉我 我都对你做了什么呀 她彻底情绪崩溃 曾经我是很爱她的 我是个孤儿 无父无母 受尽冷眼 凭自己的努力上了学 却因为贫穷 时常被所有人嘲笑 柳如烟却护着我 说她要当我的大姐大 让我当她的提包小弟 不管怎样 那些人总算是不敢再嘲笑我了 那时我没钱买早餐 总是饿着肚子上课 她却每天早上 都把一份早餐丢给我 据傲道 吃吧 不吃饱怎么帮我提包 拖她的福 我再也不必忍计挨诺 后来我因为出色的体能素质 被救援队意外看中 队长主动提出免费 把我带去训练 还可以给我提供一份工作 我欣喜于自己 终于有了出路 高高兴兴地去 对她说这个消息 她却愣愣地看着我 眼泪掉了下来 宋之锋 你要走吗 你不走好不好 我想你在我身边 我犹豫了两天两夜 终于狠下心来 想着回绝那边算了 往前走的路还有很多条 但柳如烟就只有一个 错过 就再也遇不到了 可我还没告诉她我的想法 她却跑到我家来找我 那时是个寒冬 柳如烟跑得气喘吁吁 双颊放红 她背着手 神神秘密道 你低下头 于是我低下了头 感受到颈间传来一阵温暖 是一条围巾 针脚有些粗糙 但能看出来是手工之的 她看着我 拍了拍手 好了 你去吧 戴着我的围巾 就当我一直在你身边好了 我看到了她指尖上裹着窗壳贴 是只围巾留下的伤 她那样的大小姐 也会为谁付出真心吗 还是为我这样的失败者 我忍不住开口 可是你之前不是说 宋之锋 你是要进入救援队 成为英雄的 我总不能困住你一辈子 柳如烟转过身 却又侧头看我 眼里隐隐有光 如果你还想见我 那你就努力一点 早点回来 当我的英雄吧 为了她这句话 多苦多累 我都熬了过去 我成了队里最努力的那个 他们都好奇于我的毅力 只有我知道 我这么努力 都是为了不要让她失望 后来我学成归来 成为一名光荣的救援队队员 圆满完成了无数救援任务 也成功和她结婚 她从不嫌弃我身上的伤 还说那些都是我的勋章 那时鲜花和掌声包围了我 还有爱人在我身旁 那时的我 以为人生苦尽甘来 我吃完了苦 终于要等到甜了 没想到我的人生 却是连绵不绝的万重山 一山放过一山蓝 隔着一扇玻璃 柳如烟又见到了形容枯稿的孙林 她被拘束着 看起来狼狈不堪 孙林哀求道 如烟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是宋之锋他故意气我 我才一时鬼迷心窍了 我们可是好兄弟 我没想过要他死啊 如烟 你是受害者家属 求你出具一份谅解书吧 宋之锋他已经去世了 再追究我的责任也无济于事 你怎么好意思冒名顶替他的一切 心安理得享受着原本该属于他的东西 你怎么敢 你还想赎罪 那你赶紧下地狱去当面见他 给他道歉 他狠狠扔下一句 好自为之吧 居然敢编造谎言谋害英雄 你就该血债血偿 这是你应得的 转身就要走出去 孙林却眼尖地看见了他空荡荡的无名指 忽然狂笑起来 哈哈哈哈 柳如烟 你扔了戒指是不是 柳如烟的脚步停了下来 你不知道吧 那枚戒指不是我买的 只可惜遇到了我们两个人渣 他的真心都为了狗 不 柳如烟抱住了头 难以置信 那明明是你给我的 怎么可能是他的 孙林破冠破摔 大喊道 那个婚庆团队还不够让你认清现实吗 柳如烟 别装申情了 你又能比我好到哪里去 他的死就是因为你 是你认错了人 是你亲手把他推出了家门 要下地狱 也要我们两个一起下 你别想自己干干净净 你不配 回到家 柳如烟想找出任何与我有关的东西 却发现再也找不到了 无论是我们的结婚证 结婚证 还是我的勋章和奖状 景奇 都被他一气之下 毁了得干干净净 如今 已经在垃圾处理站里面 被压缩成了一堆废品 就像我已经成了一颇灰 静静躺在补灰盒里 他再也没有能够怀念我的机会 暴雨里 柳如烟飞奔出门 摔倒了好几次 狼狈地冲进了家附近的垃圾处理站 他满身泥水 努力翻找着 但徒劳无功 他跪在地上哭喊着我的名字 却再也没有人会回应他了 旁边有人议论纷纷 那是个疯子吗 看起来精神不正常啊 有人认出了他 现场打开了直播 大家快来看了 这不就是前些天 在网上造谣宋之锋的那个毒妇吗 看起来真是疯了 不然也说不出那么毒的话 还有个孩子冲过来呸了一口 插腰档 坏阿姨 不许你骂疯疯叔叔 他是英雄 很快 孩子就被他妈妈拉走了 宝宝 别靠近疯子 会传染的泪 以前骄傲不已的柳如烟 却没有反驳他们 也没有做出任何反应 他只是浑浑噩噩的站起来 走回了家 他想找到哪怕一件 和我相关的东西 却发现前几天 他一时生气 几乎把所有与我相关的东西 都扔了出去 当时孙林看着我留下的东西 调笑道 如烟 他都丢下你跑了 这些不要了吧 柳如烟挥了挥手 毫不在意 丢了吧 于是 我的所有日常用品 都被他们丢了出去 家里空荡荡的 没了我的痕迹 就像我从来没有住过这里 从来没有和他相爱过这么多年 他打开手机 看到有人发提 宋之风不是柳如烟的丈夫 柳如烟配不上他 宋之风是我们的英雄 我们永远怀念他 柳如烟呆呆地站了一会 才终于苦笑道 是啊 我不配 说完这句话 他整个人仿佛被抽掉了全身的力气 整个人都变得沧桑扑稿 他走进了那间独在上锁的房间 跪在了自己的肖像画面前 那是我画的柳如烟 最爱我那一年的柳如烟 那个许诺过会永远爱我的柳如烟 我眼里的他笑容干净 那样纯真美好 满眼爱意 可现在的他满身泥泥 早已不复当初 柳如烟就这样跪倒在自己灿烂的笑容面前 气不成声 孙林的死刑直行那天 柳如烟来了我的墓前 带着一束白花 阿峰 我特地来告诉你一声 孙林他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他对着我的墓碑 深深鞠了一躬 下一个该轮到我了 我默默看着他 其实我的灵魂早该消散进入轮回了 可也许是他的执念牵引中 让我一直停留在这里 这段日子里 因为他之前做的事 公司的股价也疯狂下跌 为了及时止损 他把公司移交给了下属 自己退出了商界 还注销了一切的社交账号 与世隔绝 他开始沉迷于极限运动 攀岩 跳伞 身前 柳如烟一个个尝试过去 时常有人认出他 指指点点 真是个无情的人 做出那种事 居然还有脸在外面旅游 小兽到处玩 他都不做回应 默默地准备着下一次挑战 最终在一个深夜里 他对着我的遗照喃喃道 阿峰 我以为我还能替你活下去的 可是在每一次极限运动 我体验到冰死感时 我心里都欢欣不已 你是我的英雄 是我对不起你 能不能给我一次机会赎罪 我好想去见你 阿峰 等我看到孙林的死刑之行 我就去见你好不好 没有人回答 他却迟迟笑了 那我们约好了 于是 我看着他乘车 去了我出事的那座山 一步一步爬到荒无人烟的山顶 天气很好 晴空万里 阳光照在他的身上 柳如烟越过栏杆 纵身一跃 坠入云层 阿峰 我来找你了